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于主任那边也得到了组成五劝说失败的消息 并发出指示 要长虎将情报交给王嫂 重庆军筹谋战事之情报为假 王嫂与长虎两方消息完全相反 会使得两方都处于危险之中 唯一安全的只有于主任 不管这次情报战结果如何 他们都能够独善其身 王嫂受到的刑罚已经越来越严厉了 长虎来到审讯室 将易先生调开 龙九不甘示弱地带着保安队来了 保安队知道白孙氏与吴司令闹翻 于是将白家大骂一顿打发回去 美寡妇处境艰难 却还得继续执行任务 任务开始 于主任下密令追杀党内叛徒长虎 不要 别这样 如果是我想这样 是你把我逼的吗 求你 我求你了 主事 假的 什么 什么什么 大家都试图让你们相信 我军这秘密筹划一场战事 天空房间上的忧心缺口 但这是假的 是个骗局 连同我 还有 头晕军火 别再折磨我了 不要了 等我离开之后把所有的东浪浪点钥匙都打进去 强行针就别打了 让他死得痛快一点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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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的说是假的 最表示重庆旁美真的要开战 我現在全明白了 原來他們是這樣子的 都是一伙兒的 故意把一個迷魂陣 讓我們進去抓不到要點 他們還可以順便 把戰士部署的時間推長 太聰明了 但野間的部隊 戰士調不回來 這仗一旦開打的話 日本人就死得難看哪 可是你說過 這重慶方面害怕黃金誤會 要全面反攻 不敢主動開戰 無論如何 先把長虎這批人控制起來 所有的疑問 從他們身上找解答 野間將軍 鞭馬已被破獲 這套鞭馬的規律就是 永密周自復的反語發音 對應同生的德文字母 最近截獲的一份 其內容是 命令已被您摧毀的 第十四驅工作戰 在戰事發起時 進行內應配合 對應同生 一身手 真是當武的大使 對應同生 一身手 長虎他們已經把揭露 我知道 是重慶方面 真的在部署戰士 現在請你先把長虎 他們幾個扣下來 不要讓他們亂跑 怎麼 前前後後都是 重慶方面所佈下的 一個迷魂陣 長虎他們只是執行者 請你現在趕快把長虎 他們幾個扣下來 我會給你答案 demonic thus看 用不來把長虎 站起來 把揭露舉起來 沒還是 看見沒有 原地控制 連官都攬著官來 看來這是要馬上 宰了我們啊 你不是说王嫂答案跟咱对冲 还能多混出点时间吗 我们都不靠谱行了吧 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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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个女的嘴里面一听到战事情报是假的 我马上就明白了你们全是一伙的 你们不但联手安排了这个迷魂镇 甚至于不惜代价地 把某个地区的工作站都给牺牲了 目的只希望能够一真一假地混淆视听 让我们打不到正确的判断 让你们的战事部署 能够争取到更长的时间 是不是 易先生 我真的很佩服您的想象力 昨天半夜你去看过那个女子 可是今天一早我就收到 这么耸人听闻的答案 你都不觉得太做作了点吗 你这样指摘我们有证据吗 其实你们的破绽早就暴露了 你也知道我们在军统局里面 也部署了一些潜伏的人 你 肖月 沈月红 从你们的编号来看 应该是挺有年姿的啦 一个资深的特工 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事迹流传在外 让晚辈们津津乐道的不是吗 但是经过探查 没有一个人听过你们这几个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们是被遗弃了很久的人 那为什么你们几个被遗弃了很久的人 居然会突然间扮演一个被追杀者的姿态 在我们面前出现要这个要那个 我这样讲够清楚吧 你说它又代表什么 我明白了 在给野间将军制造判断障碍的人 就是你 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那份情报的真实性 而你 却搬出这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 对我们横加罪名 将军 你看到了吧 他义和尾 就在为自己的错误找开拓 不是他在找开拓 而是 估计挑战的开始 向我调塞 沈月 你记得 我为什么 能在自个瞬间 断除戏飞吗 李先生 给我并且训练 彼此心急对你 他的确 不在乎我的手艺 但绝不会用为数技术 顶语自己的专业 我可以 如果你在这边 我可以 在这边 你 一路 也不在乎 我可以 还有 你 不在乎 再过几分钟 心脏就停跳了 也算是解脱了 说实在的 冬量荡检注射够量 已经算是痛苦 比较小的司法了 那支强心剂啊 还是别打得好 你看看那个颜色 你就知道有多可怕了 不许刺 尼先生 吴司令 吴司令在凌晨时 撤走了驻军 要跟房线上的队伍会合 什么 我像回来通报的时候 被他给逮了 他说要让大家看看 是谁在真正的捍卫维新 原来你们老戳吴司令的妖言 就是为了让他要备受委屈之后 先挑起战事 从而致使日军军部 不会产生全面反攻的误解 好 关门 什么事 什么事 四中隊からです 敌46支弹防衛战突破 装置できません 他们都被撤破了 草子三坊 松尾三坊 明天就好了 你和司令部残下 民軍的出海 軍軍上行報告 是 你和我同志 大軍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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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转时打响了 是联系天 默默 喋变了 隔壁有茶油 鹿红 扔户 你们输了 你说什么 第四十六师 再过不到八个小时 就可以兵临长霞 你居然说我们输 我跟你说过 我从来不关心 日本人输还是赢 我只关心 我跟你们之间的战争 只要我能证明 你们是奸细 我就赢了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很重要吗 处在我这个位置的人 除了证明自己的优秀 或者是能力 我还能干什么 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奇怪的人 你觉得我奇怪 是因为你还没活明白 长虎 说白了 你我都是人家手中的棋子 只是有一样不同 我这个棋子的不听话 这谁都知道的 谁都知道义和伟这个东西 他我行我素别理他 时间长了 就没人敢惹这个东西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是谁也不知道 你还能活几天 放开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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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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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不要 走 走 在那邊 呃 何人都招待了 去衛星署,去衛星署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太小看我了 我早把子弹卸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快删车 我把后面漏地扎了 快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还要最后两个 跟他们拼了 拼了 快上车 他们来了 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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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队长 持掉防线上的运行缺口 我军就已经胜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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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周边有交阵 尸体之外并不清情况 这炮声秘籍 游击队没有这样的火力 多半是日军遇到了什么 在疯狂地轰击 情况紧急 立刻带着群众们撤离 那他们怎么办 一起带走 等连路上党支部以后 交给他们处置 龙九很危险 一家的地主也不好说 我担心带上他们 那他们怎么办 路上会出什么意外的 在这里处决 和留在这里 朕明明还回得来吗 我 赶紧去 全体集合 准备准备 乡亲们 听这炮声啊 鬼子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所以大伙儿 只能随我们一起离开 从后山走 到安全的地方 暂时躲避起来 等鬼子扫荡结束了 我们再安排大家回来 我说江队长啊 这什么时候 他才算安全哪 对啊 对啊 届时党组织 会在各地开展工作 进行秘密协调 共产党现在 都开始跟鬼子协调了 不是跟鬼子协调啊 是找人跟各侠署 进行协调 请大家放心 共产党的微信 足以震慑那些贪生怕死之徒 不敢造次 你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就是啊 这万一路上出点什么问题 怎么办啊 谁能保证啊 朱铁丝 你什么态度啊 这些什么事 什么事 我给你放下来 你把他脑袋抢费 你把他带走 你把他放下来 你把他放下来 我把他放下来 你把他放下来 一把他放下来 就不得来 你把他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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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抄你个完蛋 去你奶奶 我打你奶奶 去你奶奶 都不要冲动了 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 大家担心汉奸狗腿子 在路上搞破坏 所以大伙没法踏实上路 对不对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你们一拥而上乱棍乡家 这并不理智 有破坏行为的只是龙九 而龙家的其他人 你们也说过 并没有太多恶技 所以应该区别对待 不能跟龙九一样处置 好吧 我本来想啊 让组织上来决定 怎么处置龙九 但既然汉奸狗腿子 让大家这么担忧和愤慨 那就立刻处决了吧 乡亲们 有这样的震慑 龙家这些地主分子们 应该是会夹着尾巴做人了 找个逼人的地方 处决龙九 尸体装车 一并带走 这要晕死我啊 这要 别 别 别 姐 姐 有队国民党来见上了 国民党 对 国民党 和�� Valerie 请 那边 看一眼 别 你们这是要出去躲避扫荡吗 你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鸾山武功队的 正准备带领群众们撤离呢 不用了 今早我军已经突破防线 全面进行反攻 各扫荡区的日军 已被全线击退 坝下阵在内的整个防区 原本是防线上的一个缺口 而现在只要不出意外 这里将不再是日军的 占领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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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密集的炮火是你们的 你们这里谁是公务人员 我是 我是龙九负责警务 镇长有事外出了 我之所以第一时间来到这里 是奉了上级的命令 那就是让坝下等几个蜀镇 迅速地恢复秩序 所以原来镇上公务人员 改换门庭 职责照旧 是 这个汉奸狗腿子可是有极大名分的 我对此业非常不满 但这是上级命令 必须执行 国民党都是一秋日和 说话小心点 你知道他 希望你们珍惜胜利果实 江洪英 告辞 走 我 在 喂 赶紧收拾点东西 赶紧跑 李大军冲咱边冲过来了 是让人说要惩治汉奸 赶紧收拾 拿点值钱的 走走走 哎呀 您说这么赶了 这什么什么都没准备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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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的鼻咽火 哎呀 妈 你要鼻咽火 哎呀 妈 你要鼻咽火 哎呀 你是不少钱吗 这个鼻咽火它可以有钱的那个 哎呀 妈 赶救命啊 看看您 走吧 哎呀 这三个多多的这 赶紧杵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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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内杵奸 为内杵奸 赶紧杵奸 赶紧杵奸 不是 不是 为了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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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家可是大户 满宅的都只钱东西 啊 赶紧杵奸 赶紧杵奸 为内杵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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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有必要亲自向各位传达捷报 这次战役日军伤亡 包括三名高级军官在内 共计两千余人 从而被迫让出了这片幽形区域 后撤兵力 聚守铁路沿线 通过这次战役 我军巩固了华中防线 为日后全面反击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这一胜利 各位一时功不可没 由于各种复杂因素 我军采取的是险中求胜之策 虚虚实实 错综复杂 而各位 在种种疑险吊诡的情形之下 却能够细致地研究上风的意图 这足险素质之优异 信念之忠诚 在此你说完了吗 什么 船在哪儿 我们累了 等一下我带你们去 王嫂 对于老王的牺牲 我深表遗憾 我知道 即便是任务夫妻 多年以来的相濡以沫 也足以培植出难舍之情感 由于你们身份的特殊 我无法承报军委 欲语服血 故此 以我个人的名义 料赠三百大养 以表哀悼之情 王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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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张医夫 给我走开你 此刻李从文已心生疑问 此刻李从文已心生疑问 罢下阵人背负着重大使命 而重庆方 却对这些宣誓过效忠的人 态度犹疑 这是一种恐惧 但恐惧 仅是因为这次 迫不得已的逼宫吗 你给我走开 我会回去安抚好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逢的计划设置得非常精密 使我们在一开始有些轻敌了 以至于发生了老王这样的事情 好在随后我们便调整了心态 萧长官 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个政客了 长火 咱有必要把错误往自己身上拦吗 这老王的牺牲啊 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事都过去了长火 日后我们大家对王嫂还有傻丫 多照顾一下 我们接下来任务是什么 没有新任务 继续在八夏镇生活 还是生活 现在已经是国区了 如果生活是为了提高潜伏 现在就应该结束了 除非军委认定 鬼子还会打回来 不排除这一可能性啊 所以尚丰 你这是顺着我的逻辑在编钻呢 你没必要对自己的同志 使用预审技巧 我只是想知道 生活这个任务 到底是为了什么 靖先生 实施行动 而不过问行动 这是特性的基本原则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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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八夏镇都是国统区了 我们的任务 只能变得更加地简单 你们说 在日本人的眼皮的底下 我们过了这么多年 还有什么事情 我们应对不了的 事实上生活 一直在给大家创造乐趣 让我们品尝难得的幸福 就这么生活下去 不好吗 不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 李松文 我希望萧月说的没有错 这里都是自己的通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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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小北 怎么还不睡觉 你们不也没睡吗 我再玩一会儿 好 那再玩会儿啊 再玩会儿 从小妈妈怎么告诉你的 男孩子要有自律性 睡觉了 不睡 妈妈 不睡 听妈妈话睡觉 明天好好陪你玩 真乖 生活嘛 就是这样的啊 可我担心啊 我们会越来越把梦境当成现实 心有数就行了 那天我骗你的 我没有烧掉他 但是你没有发火 我很满足 但现在有一些后悔 我怕他总是会提醒你 最终我们还得回到真实的世界 这温大夫的金创药啊 还算是靠谱的 疼啊 慢点没事 雨霞 那个吴司令 没怎么着你吧 龙九你有病吧 分不清那是任务需要啊 没事 他是个学员 难免的 不是啊 我知道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回来之前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不是你听我说 我知道 你是个生瓜蛋子 难免会觉得不公平吧 不是你听我说 那什么 我们结婚吧 你跟前任阵长 是为了做掉的 跟吴司令是为了降服 只有跟我 没别的目的 纯为感情 生活这个任务究竟是为了什么 是不允许我们思考的 那干脆我们就傻一点 吃一点 就当是真的生活了 可要是真的生活 你干嘛找一个寡妇呀 我天生就喜欢寡妇 怎么着吧 好啊 那我就当回真了 提个条件 结婚可以 但得到查门 这也太狠了吧 你可真逗 你们要生活我不要啊 你先嫁过去 你们龙家就石口人了 我这儿孤零零一半老许娘 凭啥呀 既然把生活当真了过 我也不能亏着自己 不是那 可是到查门 生了孩子得姓梅呀 别想太远啊 但愿你们有了孩子的时候 生活这个任务 还在继续 去哪里 我会想太远了 我来帮你 我会想太远了 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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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你帮我 起这么早啊 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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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兰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何又真哪何又真 八下阵平均每个人 都经过四十二刀审查 我祖宗八辈都查了个底调啊 你说我是不是共产党啊 不对 那你当初为什么救江洪英的命 江洪英 现在是抗日啊 谁让打什么鬼子 我不管是姓国还是姓公 我都要救他 不行 以后姓公的不允许 我告诉你何又真 你别看我平时老藏你们娘脸 你就蹬鼻子上脸 我我我我我好歹我也是你长官啊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你疼我吗 当然疼 还有妞妞 你们两个我都疼 那就是 我说 你赶紧从我身上下去吧 要不然你又来我占你便宜了 你躲什么 我 我没躲啊 我没躲啊 李从文 刚才是我不好 可这也不能赖我 我这心里头有疑问憋了很久 总得把事搞清晰了 对不对 对 你现在 把事搞清楚了吗 我之所以希望你是清晰的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 不应该再有秘密 我以前不是答应过你吗 只要我们活着 我就让你做小牛的爹 是是 你 你的确 是这么说的 不对呀 你不是跟我说过 千万不要把这个事当真吗 我说过吗 你 你这是想反悔呀 不不不不我没想反悔呀 没想反悔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你说的 李从文 我是怕你心里面有疙瘩 我才把最隐秘的事情告诉你了 你现在跟我来这手 你是不是男人 我 我不是 你不许就对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还真把自己当的宝了 你现在告诉我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 我 这庄孙子 谁能有我更像啊 我有一个梦想 把那些电影明星啊 全部娶到家里来 用他们赚的钱 大码大码的钱 给你和傻严画 把你们俩养得是白白胖胖的 我这一带出去 夺牛啊 太有面子了 死鬼 讨厌 做什么春秋梦啊 那电影明星能让你娶了去 小雷 给我站住 都给我坐下 坐下 这是对敌人的 温大夫 坐下 我对爱情一点经验都没有 让你们给我出个主意 就这么难呀 这投出一晚来了还没饮 龙角 我要听有用的 再给我说废话 歌喉 我现在提问 你们回答 这阵子 从门见了我就多 我到底哪做错了 有阵子呀 你就是个蠢货你知道吗 啊 终于腻耳吗 你干啥呀 佑震 刚才小五子对你的评价 不过分的 你说你是有病啊 没错 你来霸夏镇之前 你的代号叫蜘蛛 可进了霸夏镇以后就不是了呀 你呀 应该对她表达温柔 不看你这样 让你温柔也挺难的 我就觉得 两个人要真在一起了 就不应该有秘密 我说的不对吗 对 妹妹啊 咱这号人要把秘密都倒出来 连说一年都说不完呢 还真是啊 温大夫 丛闻她也是干这行的 连这点心理素质都没有吗 要行动啊 是这素质 可要擅长啊 就不是这素质了 好吗 你学学人家美寡妇 多有手腕啊 恰准的男人的保护衣 装傻充弄半无助的 勾的那个无私令 不心不肝地给人当亲人 你能不说这事了吗 没事 雨晓 我分得去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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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让一个男人爱你啊 你就不能强 只能弱 可不用强的 我都解不了疑惑呀 什么疑惑呀 也没什么 可能是我太在乎 想太多了 尤正啊 你看 美寡妇这样 是不是很柔弱呀 多招让男人疼啊 多招让男人黏呀 还真是 对嘛 黏香惜玉 黏香惜玉 不让男人黏 又怎么让男人稀罕呢 月花 你这是乱解释给玉 我这是打比方 可我现在已经这样了 可我现在已经这样了 我在装还有用吗 我说有真的 其实根据崇文的种种表现 她还是很愿意做小妞她爹的 只是 被你这一下 她受惊了 看来 要解决她这个心理问题啊 必须要有外力的刺激 才是个最好的方法 对 外力刺激 对 外力刺激 给她上行 给她上行 你们赶 好 余主任 剧组长我明天过去输职 我下定决心了 清除霸下阵所有的特勤 全部换人 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中城 这是申请报告 请您看一下 你现在 适应我了 你是前辈 毕竟经验丰富嘛 撕了她吧 什么 他们若不在中城 我早就没命了 昨天晚上 我看着我这只断树 想了很久很久 是什么让我如此的冷漠 玩弄他们的性命 去承担 本应该由我承担的责任 是恐惧 enterprise 我爱上回来 我最早看我 什么都没有 都是浑磋 不是俩人吗 你去看我 你去看我 把我们都灵在了 人在失落 没感冒 哇 错的人是我 他们虽然是棋子 但是他们不容忽略 他们有血有肉 又天哥 诗兰 于主任 诗兰回来了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刚回来 安排在极空出心了 是我求的干爹 贵州那边的气候 我真的适应不了 回来就好 能回来真好 你看 于天哥 还是那个样子 一点都没变 不 他变了 我也变了 诗兰啊 贵州那边 很苦吧 我只是找个借口 回到你身边而已 我怕你朋友越来越少 会觉得孤单 好 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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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巫司令那是任务 你不能不理解我 你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 我不管什么公平不公平 我是个男人 我接受不了这个 可是我爱你啊 别再跟我提爱这个字 咱们之间完了 也甭再跟我提结婚这种事情 龙桥 龙桥 你个混蛋 说出这种话的还是男人吗 啥就不是男人啊 啥就不是男人啊 人家没法辅导好几手了 凭啥让他一毛头小虎 给接手了 你 那是太过分了 你 龙桥 我跟吴司令 那 那又不是真的 我保证 我以后对你从一二中还不行吗 不行 我又不是肖掌柜 我接受不了这个 嘿 你这个小混蛋 老是帮你 别压着我 小马 快点 快点 别打了 别打了 住手住手 不能打了 不能打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快打了 别打了 救手 别打了 别打了 哎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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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太不像话了 光天化日 几个女人打一个男人 这这 这是什么影响啊 他不是人 我怎么不是人啊 婚姻是两厢勤愿的事 哪有强来的呀 我说龙九啊 你跟美寡妇不是挺好的吗 什么人家一出去 你就想啊叛啊 回来了之后 你怎么就翻脸了 温大夫你不嫌无聊啊 哪有事你忙哪凑热闹 龙九 你耍什么态度 梅寡妇为了任务付出那么多 到你这儿来你反倒嫌弃了 你还有良心吗 我问你了 你还有良心吗 还有良心吗 你还有良心吗 来啊 龙九 都谈婚论嫁了 因为一个无私人的事情就翻脸 我想想真是该帮你 龙九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虽然是个新学员 但是执行任务这个事 你还是能分得清的吗 她不是分不清 她是不愿意接受 这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呢 你想啊 梅寡妇倒了多少手了 她娶了她 她的表情就一大堆 她愿意啊 温老头 我是叫你来合适的 不是叫你来挑适的 这事没轮到你身上 所以你不疼不痒的 人家龙九再猥琐 她也是个男人呢 这是混账话嘛 她不仅是一个男人 她还是一个有专业素质的人 我也不是要抛弃她 我就是有点 就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 如果你是个爷们的话 你就把她娶了 好好呵护呵护她 瞧她那个 道貌安然的样子 你还懂啊 就是 你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两面白 有一腿就得取啊 你跟何佑珍有一腿 你怎么不取的 你 你不是也得嫌弃她的过去吗 温老头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我跟李聪文有一腿吗 有这么一腿啊 哎哎哎哎 有真 一会儿再说这一腿的事情 好你个温老头啊 我当面一套 背面一套 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 我李聪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龙九 走 今儿个 你要是把没寡婚给取了 明儿个 我就把何佑珍取了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我做成 哎 看来啊 这个解决矛盾 最好的办法 就是要树立榜样 原来你就是为了树立榜样啊 看来你的话是有水分的 不不不不 佑珍 没有啊 我这是 是情到极处 自然溜露 那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躲呀 我 没有啊 我没有躲你啊 我我我 这 我忙哪 尤臣 你不知道啊 我最近有多忙 对不对 你看 以前的公文呢 我要整理 然后我还要交审 现在新的政令 还有管理条文 我得背呀 我光背不行 我还得要理解 我又不理解 我怎么跟你们讲 行了行了 别找借口了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是怎么想的 你要是不愿意 没必要坚持 反正龙九和美寡妇都已经和好了 不不不不不 尤臣 我要是有半句假话 口是心非的玩儿 你拿你那个小刀 割我的喉 你真的不嫌弃我身上有血腥味 什么味儿 血腥味 没有啊 没有啊 这分明是女人身上的一种体香 是吗 不不不不 是 滑芦水 滑芦水 月红身上也有这味儿 月红那你也闻过呀 不不不 我没闻过 我没闻过呀 长虎跟我说的 行了吧你 那个 我知道你对这个事情有一些迫切 可是你知 我跟龙九他不一样啊 我是长官啊 像你我结婚那种事情 必须得跟组织上汇报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 这件事情得抓紧时间办呐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现在马上就给尚风发秘电啊 没事儿 我可以等 有句成语叫须鱼尾蛇 知道怎么解吗 这也能瞒倒我 须鱼尾蛇 就是装孙子嘛 打得好 他不是说我 我知道 一开始大家还担心他 后来才发现 他疯了 到快乐了 跑 对 小伏 小伏 小伏叫爹 叫爹 你叫你爹 来 你让我儿子叫你什么 见斗了吧你 小北京喝痛了也不会管你叫爹 爹 把他叫的是我 这孩子怎么喝上酒了你 破嘴 你说你 是不是破嘴 行 你别动啊 王嫂 你看着点 别让傻严又吃撑了 我闺女天生橡皮肚 吃不吃 老王 你老不惯这孩子 你就别帮了 这我们家老郎啊 早就说了 我们家傻严 天生就有福气 吃了玩玩了睡 今儿的事 别就忘了 永远不关心 王嫂 我怎么越看越觉得 你是在装疯呢 这装孙子 谁能比得跟我们俩呀 这装孙子 咱们俩 你们俩也喝酒 叫味酒 叫味酒 叫喝酒 喝酒 不行不行不行 不喝酒 不行 三杯 喝酒喝 喝酒 喝 好好好喝 喝酒 好好喝酒 你给我削个点 你到底嫁过什么呀 我来了呀 被冠军给炸死 咱们的经历 什么形式啊 干脆咱们就大火锅吧 你个老师有别 让你勾引我姥姥 我打死你屁 你这个小屁孩 你个小屁孩 小五 别捣乱 我打死他 你孩子 我打死你 欧阳 我来着你 我找你 我说你